日前,因自导自演影片《人在窘途之泰窘》推动泰国旅游业,徐征受到了泰国女总理英拉的接见,却被亚洲通讯社社长徐静波指名道姓批评其不注重社交礼仪,卷着衬衣袖子,穿着胸口,随意打扮,有损中国人的国际形象。 即使你是民党,见一国之首相,尤其是女首相,能否学点绅士,学会一点尊重人家,把自己好好收拾一下,徐征,你以泰窘创造了十二亿票房的神话,但是却在做人的最基本的礼仪上,输得一塌糊涂,不知泰国这位美女总理如何看待这帮中国男人。 19日,亚洲通讯社社长徐静波微博发布的这段话,对徐征进行了点名批评,由于指出了徐征的名字,徐静波的微博立即遭到徐征粉丝大规模围剿,有网友说,徐征以自己觉得最舒适的衣着去见手下,以最简单的外表面见手下,有何不当?而他代表的是他自己,坐姿也正确,看不出有何处不静,有何不当? 娱乐九九收集分享